它的黃泉回復 坐葉子用眼過度 小心變成蝦子 坐葉子的時候其實有很多禁忌 有人講說不能碰冰水 或者是不能吃生人的食物之類的 可是我那時候有一個很可愛的朋友 他從嘉義上來 帶了八支紅蟳給我 還有麻油 他說 姓林 你就是麻油朝那個紅蟳 不然你眼睛會看不到 我想說真的還窄了 然後我真的上網上 真的有人這樣講 他說 他說坐葉子不要用眼過度 不然會瞎掉 他用瞎掉來形容 我快嚇死了 是真的還假的 我覺得台灣的網路都有這種 嚇唬人的這種語句 什麼大家都驚呆了 什麼恐怖癌 是啊 不失明 其實沒有那麼誇張 但的確 像婦產科醫生都很清楚 當媽媽懷孕的時候 她的眼睛也會有影響 因為那個水腫的部分 包括她的整個眼球的角膜 或者是她的這個保濕能力 都會有一些跟一般沒有懷孕的時候 不太一樣 是 那其實以我們這種感染科的角度 就是你的眼睛 眼睛眼睛一乾 就有可能會有感染的風險 對 所以就是說 這個坐葉子真的聽起來 好像連漂亮都沒辦法了 就隱形眼鏡 V音也不好戴 這個戴上去容易乾 算了啦 等於身體 恢復以後 你再來戴應該是OK的 那坐葉子餵母奶 現在媽媽比較好的是 至少你可以給我手機 不會覺得說 我今天就在山洞裡面餵奶 然後跟世界都隔絕 我覺得那種孤獨感更痛苦 但是有一好就有一壞 所以當你要用手機 跟世界連接的時候 還是要計算一下時間 然後光線呢也是 你既然小孩在睡覺的時候 當然就暗暗的 那你就盡量 一起休息 對一起休息 那如果小孩跟你玩的時候 那燈光就稍微亮一點 這個好處也是讓你的孩子 能夠比較早開始有 對日夜的這個差別 光線的差別 能夠做調整 所以晚上就不暗暗一點 然後白天就亮一點這樣子 對 不過其實真的做月子的時候 我勸大家去好好休息 因為月季做完 就是打仗的開始 加油